花莲港区福伦社社区关怀服务列车开底的花莲荣家 除了有社员的乐器演奏 还有花农扶哨团的舞蹈表演 社员们还陪荣家的长辈唱歌庆声 场面温馨又热闹 花莲港区福伦社社员不只热心工艺还多才多艺 这个星期港区福伦社的社区关怀列车开底花莲荣民之家 首先是由社员为老大人们吹奏萨克斯风 带来好听的经典歌曲 老人家们跟着节奏打拍子 非常的开心 接下来是花农扶哨团的青年学子带来原住民的歌舞表演 老人家们也很欢喜 花莲港区福伦社和花农扶哨团 在寒冬赤谷的冬天 我们很高兴一年一度的寒冬送暖的 我们来慰问这些老人家活动 今天在花莲荣家盛大的举行 到场有40多位的老人家 接受我们花莲港区社 还有花农扶哨团的一个寒冬问暖的一个蛋糕的一个馈赠 那我们很希望这些老人家在我们社会这些热心的公益团体的关心之下 他们能够享受生命当中的健康快乐 然后知道我们社会大众都是对他们非常照顾 然后非常去祝福他们 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我感受到就福伦社对老人之家的关心 然后送的温暖 我会感觉到以后我也要对一些老人也要给予这样的帮助 然后将来我以后变成老人 这样也有人会帮助我之类的 我希望大家就是有这种心情在 所以港区福伦社让我们花农的学生感受到这份温暖存在 花联港区福的社也陪着荣家长辈一起唱歌庆生 场面温馨又热闹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